王文良 我是王文良 我就讀了学校士兴发国小 我沒有參加過這樣的畢業旅行 這個就是早一新二業 是用一個五感去體驗的一個 就是畢業旅行 我覺得非常的豐富 OK 走啊 走在那個山路上就覺得很陡 然後有個地方就很濕 然後太姐就摔倒 這個叫枯雨季 就是雨量很少 我們的土地都很乾 六龜跟森林離不開關係 它有密切的關係 崩塌了 崩塌了有時候我們聽起來好像是不好 可是對一個種子的成長而言 其實它就是一個契機 雖然是一室獨立的特篇小學 但是高雄市六龜區的新發國小得天獨厚 學校的27位學生 與大山為林 大和為伍 深受大自然眷顧 即便在肺炎疫情的威脅下 因為只有六個畢業生群聚風險低 畢業旅行也不用被取消 不要不要 對爬山畢業旅行 為什麼要這麼特別的方式要爬山畢業旅行 因為沒有地方可以去 因為有完備耶 去看崩塌地 對 去看崩塌地 還有金雞納褲 對 金雞納褲 還有板石板屋 對 還有五木塞 我們要出發 2020年4月29日一早 六年級的孩子們坐上校長老師的車子 目的地是善平森林生態科學園 我八點出發 今天的路很陡 一直搖來搖去 空氣也很悶 第一站就是崩塌地 今天跟你們介紹那個分享崩塌地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有沒有看到很壯觀 這邊大概有六公頃 這個是 莫拉克的時候你們在這邊嗎 在 在嘛 這是莫拉克的時候發生的 一般人的畢業旅行 是走觀光景點名勝古蹟 新方國小卻走上善平林道 參觀碎石陡坡和斷圓殘壁 台灣因為太年輕了 然後我們剛剛又看到說 它雨那麼多 所以它就很容易就會崩塌了 那大家覺得崩塌好還是不好 不好 不好的局長 好的局長 好的局長 就是要提供孩子一個不同的視野 重新看待山林災難 98年莫拉克發生之後 一直到現在 過了幾年 10年了嘛 今天是第11年嘛 這些樹哪一個 大家有沒有看到上面這些 之前長的 之前長的還有沒有 有沒有 沖下的 沖下的 新長的 好 種子有很多的 種子它剝了之後 它就會掉到土壤裡面 然後變成銀行 我們叫土壤種子庫 這是昭和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它這個很厲害喔 你看它一顆 裡面就一顆種子 然後你一吹 它就吹出去了 昭和草的種子 小而輕巧 方便移動 只要飛到了適合的地方 就能落地生根 這正是崩塌地 先驅樹種的特性 扇平林道上的先驅樹種 除了昭和草之外 還有在現場 長得最高的 螺式岩孵木 葉子壯如盾牌的血童 和牆式的外來種 香澤蘭 到處都是那個 大石頭小石頭 然後崩塌 然後就是心裡 也會有些許的害怕 可是小朋友就可以 好像是親自的去體驗 那個當地的那個崩塌的感覺 對 然後就是在那裡呢 又可以認識了一些 就是現在長出來的 像陽樹種 當整個崩塌 如果再度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哇 這種子量 種子整個就被掀起來 那這些種子 它的優勢就是 剛剛說的它很喜歡光 所以它 我們在測它光合作用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說 哇 它的光合作用的速率 比耐陰樹種高很多 先驅樹種也稱為陽性樹種 耐旱 喜歡陽光 生長速度很快 是第一批 進駐崩塌地的優勢植物 2017年春天 林氏所六規研究中心 開始研究崩塌地 發現各種先驅樹種的苗 雖然很小 但是根卻很長 其中以山芙蓉的根苗比最大 可以高達22倍 也就是說如果地上部10公分的話 地下部有可能會到將近兩公尺 那它就可以吸收到比較多的土壤水分 那它光線又夠 所以它就可以在比較乾旱的崩塌地去快速的生長 我看到了許多石蟲 然後又聽到溪流的聲音 我都會撿起一些平滑的時候 開始去那邊打水槍 然後還有看到 很多的蟲有時候會跑來我們身邊 跑來跑去 那時候不小心看到一隻很大隻的蜜蜂在我旁邊 然後就直接嚇到逃跑 畢業生的人數不多 但是支援導覽的專家卻不少 除了臨事所六龜研究中心之外 還有當地的田野藝術家 也加入戶外課程的解說行列 注意摸它 它一樣 它粗粗的 它的頁面也是粗粗的 然後你在山裡面啊 遠遠的看 如果有一戳白白的那個風一吹 有白白的鐵錠就是它了 那它也一樣是我們 崩塌地之後很重要的一個成員 趕快長出來的 它要搶陽光的 吳逸平口中所說 長得很快的正是白袍子 為了讓大眾更加了解崩塌地 臨事所邀請吳逸平 創作了一本森林魔法詩 也在碧月旅行中派上用場 為了呈現山黃麻的根苗筆 繪本不只跨頁還佳頁 除此之外 吳逸平也將六龜人 在莫拉克颱風時的共同記憶 一筆一筆劃入繪本之中 瞬間好大雨把森林推進了溪谷 土地崩塌了 長長小溪變身為怒吼的滾滾黃河 坡地上的土地公廟也被衝走了 在2009年我就遇過莫拉克風災 所以那時候是 就成為環境災民 就是有逃難過 所以整個在那樣子的過程 雖然已經大概十年了 可是也常常會去回想到 那樣子整個山林變色的那種狀態 因為顏色很潰堤 所以在那個當下我只 我只背了一個背包 然後拿了一個雨衣 拿了一個錢包 拿了一台相機 我也不知道我要往哪裡去 就是在那一個路上 我覺得那條路怎麼會那麼遠 對 然後整條路其實都是泥漿 所以整個畫面我想要用 一個很深的顏色 很沉重的顏色去表達那一種 長風狂笑 暴雨如雷的那種感覺 黃蜂暴雨吐石流 讓山林受到嚴重破壞 綠色山坡變成光突突的不穩定山壁 不過新生森林的掩涕 也在此時悄悄展開 土壤裡卻悄悄地 開始吟唱一曲生枝歌 泥土下可是個育音房呢 千千萬萬個種子寶寶 探頭探腦地急著外出探險囉 就覺得說那些種子它在睡覺 那我們可以把它擬人化 所以它就戴著睡帽啊 然後腳可能快要熟 就是要蹦起來了 就準備了 它其實已經等待十年 也許更久的時間 它就等待這一刻要出來 在現地解說繪本導讀之後 新發國小還準備了 以人為棋子的大富翁遊戲 讓學生體驗 那我們在開始的時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第四格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為什麼呢 因為呢一顆小種子 要有什麼樣的機會 它才可以露出頭來 崩塌地 崩塌地對不對 來 血童知道了 血童可以站到四的位置了 來 只要發生崩塌 先驅植物就有機會成長 成長的有力條件 包含陽光 水和時間 而山豬 山腔和寵蟲危機 都是成長逆境 一 二 三 四 五 拜拜 三腔怎麼叫 三腔怎麼叫 換你們了 三腔龍這一組運氣最好 遇到下雨 長得最快 順利成為大樹 四 有斧頭耶 有斧頭耶 有斧頭喔 前進 哇 下雨了 下雨了 對 所以它才能夠 很快的成長 前面有斧頭 五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我已經變山腐龍了 你變山腐龍了 來 做一個山腐龍的樣子 山黃麻這一組運氣最差 總是遇到山豬 無法順利成長 剛剛在遊戲過程中 有個小孩就 他們就一直碰到 碰到幾次的山豬 然後他每次山豬 他可能就讓他退很多步 我要過關到不行嗎 我覺得到不方的課程呢 就是用遊戲輕鬆的方式 可是可以很深刻的體驗到說 原來要長成一顆高大的樹木 是那麼的不容易 為了感謝師長的教導與照顧 六位畢業生特地擺上茶席 要好好請老師們 喝一杯六龜在地的原生種台灣山茶 各位小朋友 各位老師 很高興今天有這樣的時間 我們來到善品這個地方 非常很棒的一個地方 五木齋前面 來這個時間做一個鳳茶 喝茶 山茶茶藝課是新發國小的校本課程 可是孩子們卻從來沒有上山 看過山茶樹 這次畢業旅行 林事所特別開放一小區茶園 讓孩子們體驗摘茶的樂趣 那那麼高怎麼採 用梯子採 用梯子採 爬上去採 我爬上去採 像我們去野外 就沒辦法帶梯子 因為太重了 我們就爬上去採 那還有一個方式 不砍它 你也不用爬上去 你也用一根長長的東西來撿 不錯 很聰明 還有沒有還有一個方式 用鉤子把它勾下來就撿 對了 就勾一下 那我們找一下附近有沒有鉤子 好不好 沒有放棄 假摩托網 低一點 低一點 你要過那個分擦的地方 過分擦的地方低一點 老師你看 你採好多 快放進帽子裡面 過去訪問過去 老師有看到一個茶子 很像那個綠色對不對 對 可是現在不要採 他11月才可以 老師那個茶子 看起來很像那個 什麼芭樂的小顆那種 我們倆你那邊放掉了 他已經快承受不住了 我還可以 一星二夜好 你這個很香 張愛你聞聞看 好啦你香你香你香 我要直接吃很好吃 就直接吃 甜甜的啊 中午回甘 平常都是在學校看孩子泡茶 這是校長第一次看到學生 摘到人生青采的第一把山茶 身為人師 李建德的內心非常感動 直接來到山茶的現地 他們看到 哇原來山茶可以這麼高 原來是橋木不是灌木 那原來透過自己親手去摘 是這麼樣的有成就感 透過他們手上去拿到那個山茶 去體驗去聞去揉它 甚至把它放到嘴巴裡面 去享受它的一個甘甜苦澀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直覺的一個感官的體驗 雖然畢業生只有少少六個人 但是旅行過程卻精彩無比 扇平森林生態科學員的志工 利用夜間陪孩子們進行動植物觀察 這就是女步行蟲 那你看那觸角就很特殊 來 那請問一下各位 昆蟲的觸角做什麼 昆蟲的觸角 觸角 那個幫忙發行 那個沒有那個 平衡 還有呢 那個講話 還有呢 講話 對 對 講話 好厲害 臨事所的夥伴和田野藝術家 聯手帶學生造訪山進 一探早期六龜的森林產業史 像是日治時期 日本人發現 可以從金金納樹提煉奎妮 對付瘧疾 而早期的漢人 則是入山砍樟樹 取樟腦油 奠定了六龜的發展基礎 以前日治時期的時候 這裡工作人員非常多 因為伐木很興盛 因為大家都是 都是來到這裡工作的 六龜其實之前 是很少人的 六龜大概在 一百多年前 大概是只有 人口大概只有兩千多人 我們全盛時期 六龜最多的時候 那時候有髒腦啊 有伐木的時候 我們最多大概是兩萬四千人 小心 然後這上面很多次喔 快到了 沒有看到水深越來越大了 唉唷 來大自然的家 你要 快變大了 嗨 有人在嗎 西班國小 必旅 是 因為那個老師說 全台只有我們有畢業旅行 像今天我們拉到了 善品這裡來 小朋友 會說 這裡可能我們走出來 但這裡呢 還是我們的校園 這就是我們的家鄉 因為我在市區的學校 是真的沒有看過 這樣的一個畢業旅行 那今天來到新發 我覺得 這才是一個很棒的畢業旅行 因為這個是我們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跟老師出去玩 然後去很多地方 都一樣 小朋友他們也會說 他們聽過那個 土石流來的聲音 所以那個印象 就是都會存在他們的記憶裡 然後伴隨著他們長大 那我覺得這個課程 就是跟他們的生命 就是這樣子 這麼的相關 這麼的結合在一起 可是 他又會去體會到說 原來這個八八風災帶來的 不一定是不好的 不一定是完全不好的 原來還有就是新的更新 然後跟成長 林氏所指出 過去曾有多位學者研究 在面積一平方公尺 深度30公分的土壤裡 會有兩千顆到兩萬顆的種子 無一平畫的繪本裡 故事的最後是明亮柔和的彩色 有各種生物在森林中快樂生活 回到學校 學生們照就量體溫 打掃 上課 一切好像又回到日常 雖然畢業旅行已經結束 不過孩子們的人生旅程 才正要展開 他們跟崩塌地的種子一樣 期盼陽光和雨水的到來 也已經準備好 要接受時間的考驗